Hello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巴黎的天气很好啊 所以呢出来走一走 同时呢也给大家做一下 腾龙的这颗 2875F2.8 的真实 视频水平测水 我现在呢 是完全 手持没有用稳定器 机身是A73 然后现在我开的是28毫米 手持走路的状态 这种小车偶尔还是能见到的 也挺有意思 很有历史感 大家看一下这是巴黎今天的这个空气感觉 哎呀今天一开始想拍一个边走边和大家聊 并且测试腾龙这颗2875 镜头视频表现的 这么一个Vlog 但真正拍下来之后呢 就发现其实难度真的好大呀 原因是A73 这个机身防抖吧 站着转一转或者静态还凑合 你真要走路吧 直接就抓瞎了 反正我自己的水平 可能是达不到吧 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我手持不动75毫米端的这么个干涉 还凑合可以用 但实际上一旦走路啊 哎呀真的好难说 这里呢是巴黎十四区的一个这个街心公园啊 也是市民活动中心 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来这里玩 嗯 今天呢主要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我对于视频和照片 设备选择的这不同侧重的一个看法 大家一般 选拍照片的器材的时候呢 实际上 我觉得啊 就是按照硬性指标来选 比较好比较合适 有能力的就上最贵的就好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场合像拍照嘛 嗯 你器材达到的这个 出相片的效果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是你器材本身的气场也是很重要的 就很简单的例子 你约了客户约了模特 带着一系列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到了场地 准备铺开 准备好开始的时候 你拿出了你的这个智能手机 然后说啊今天就用它拍 虽然在打光非常优秀的情况下 智能手机 以及加上优秀的打光和最好的职业素养 是可以出优秀的片子的 但是模特和客户心里会怎么想呢 对不对 嗯所以在我看来 很多时候接地气的方法 在大家拍照片的时候 就选择自己能买得起的最高端的设备就好了 很多时候 你一旦需要做一些项目的时候 这个在气场上都是有加分的 相比静态照片而言呢 在视频拍摄的时候 我觉得设备的轻便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相比二百分之一秒的稳 动辄在视频拍摄中需要的 这个三十分钟的素材采集时间 是比两百分之一秒要难了很多很多 并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视频 比如说1080P2K甚至4K都并不是很清晰的 和我们现在已经能拍到的静态照片来比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用到 我们手中设备的真正的潜力 那么既然水平是一般的 为什么不轻便呢 尤其是当自己的视频制作 是自己一个人的团队 自己从拍踩到波都由自己来完成的时候 这个设备重量如果重 真的是一件很难受很难受的事情 特别难以坚持 在这里让大家看一下 从28毫米直接到75毫米的连续变焦效果 好 这就是75毫米 我们再回来回到28毫米 这个腾龙镜头的焦距段呢 在视频工作上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局限的 28毫米不是特别的广 75毫米也不是相当的远 在照片上我倒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焦距段 至少对于我本人的使用来说 拍风光拍人像都是可以的 而且F2.8在全画幅的机身上表现是非常的强的 可是在这个视频上呢 F2.8的光圈其实优势并没有特别的显现出来 比方说跟大家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 我拍摄的是50帧每秒 那么为了让快门速度保持在一百分之一秒呢 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好的天气 那我现在的F光圈实际上是开到了F9 所以说大家看起来应该是觉得所有的景物应该是都是清晰的 那么最后的总结 腾虹2875这个镜头呢 作为拍照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作为视频来说呢 我觉得还是重来写 尤其是配上索尼A73的全画幅机身的话 同学们如果不是有非常大的铁手的能力呢 我觉得还是要抖还是要累